阿爺 必須在店鋪買報紙,例如《Seven 》、《OK 》、《全家便利店》, 肯定不光顧報紙檔, 事關在舊帶,那些娛樂新聞報, 例如《珍蘭日報》、《紅綠日報》、《明燈日報》、《銀燈日報》。 《成日印的七彩明星相》,徐報附送、吸引焦慮。 例如《明燈日報》、《中華民國》、《四十二年》、《十月二十八日》至《十一月二日》、《禮拜三》至《禮拜一》、《一年六日》、 徐報附送、《七彩我》、《色印刷明星照片》、《第一日》、《紅綠女》、《第二日》、《白雪仙》、《第三日》、《何非凡》、《何非凡》、《白雪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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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》。 《第四日》、《陰兼輝》、《第五日》、《新馬仔》、《六日》、《肉彈方艷芬》、《中華民國》、《四十二年》、《十二月》、《二十四日》、《二十七日》、《禮拜四》至《禮拜日》、《一年六日》、《徐報附送、七彩零星照片》、《當時聖誕禮物》。 不过,那時聖誕禮物的報紙當老闆,挺有毋賤, 經常在寄下,放了飾物購物, 也不可以賣出去,或隔壁天作品。 在太平做邦發,觀眾看到眼睜睜, 新加坡豐蘇豪婆馬紹英,老公, 那張零星日報早在省城幾經友, 在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一日, 星期日首次出版, 當時報館在省城月秀, 浩盤街三百二十三號,附近有家回教廟, 省城一德路二百二十五號都試過。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, 香港已經是南國映画, 東方好萊塢, 就搬來香港,大馬路一百七十六號, 河東航三樓, 張作康在太平掐寮, 就乘機叫了伊丘水果見大波新加坡媒馬紹英, 不過他們是白頭都老的, 阿爺舊自住在美股新村, 引同居住在美股的角色älle blackberryies, 一時看到他們幾十歲, 還猜被爽絲針, 夷云梳肝癌, 都發出爪麗頭寫傳, 設有零聲音樂部。 第一次走到電台播唱時, 便找到節老家 、唐雪興 、馬思曾 、何芙蓮 、紅仙女 、譚秀真 、劉克酸 、檸檬 、 新靈酒 、肖鐵紅 及范凌王 。 中華民國十七年 一月二十六日,晚上九點半至十點半 。 一個小時 時間,零聲音樂部第二次電台播唱, 先由銀劍映 、新靈酒 合唱 、《品貴別遙》。 接著 風騷髮頭 、人妻七彩電影 、皇后周昆寧 、 獨唱 、《海角情淵》。 第三次由燕聲 、陳翠炳 、獨唱 、《淚淺紅樓》。 最後 由香草美人 、阿萬電 、合唱 、《血染藝常》。 銀劍映 、周昆寧 、王楚山 、王楚山 、 那次是第一次在香港電台播唱。 零聲 、《零聲 、日報》又有投資多出影畫戲, 例如中華民國十七年 一月二十八日, 星期三,在香港公演血染藝上。 零聲 、日報、零聲 、皇后、城山 、殺人、高昌寧 、 感谢观看